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敦煌市 嘉宇关市都是我们甘肃省的旅游名城 接下来大家快坐上飞机和我开启今天的旅程吧 我们要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 先从这根骨头的左上角 敦煌市出发 去看看神秘的墨高窟吧 到了到了 这片建在荒漠上高高的土堆就是敦煌墨高窟 你可别小看它 这里面可是藏着数不尽的宝贝哦 五彩斑斓的壁画 造型各异的佛像 是不是特别壮观呢 小朋友们看 这是墨高窟的标志性建筑 九层楼 我们往里看 就会发现一个巨大的弥勒佛像 这个佛像是唐朝皇帝武则天 专门请工匠们按照自己的样子雕刻的哦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没办法看到墨高窟很多的地方 但是要告诉小朋友们 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在墨高窟里 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宝藏 我们再往谷头的中间走 这里就是甘肃省的省会 也是我的家乡兰州市了 你们看 这座就是黄河第一桥 兰州中山桥了 它的脚下是奔腾的黄河水 身上披的是钢筋铁骨 是不是帅呆了 它可是万里黄河上第一座真正的桥梁 不光经历了多次重大洪水的冲击 还接受了中日战火的洗礼 是战略要地呢 如今百岁的中山大桥已经不再通车了 解体它的是兰州陆续建成的跨越黄河的大桥 而中山大桥就像一名勇敢的战士 屹立在黄河上 最后啊 我们来到了骨头的右下角 青阳市董事园 你们看 这里海拔高高 表面平平 而且辽阔无比 天然形成的梯田 就像一级一级完美切割好的台阶一样 颜色鲜艳 真是太美丽了 这里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是我们汉文化 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董制园的大小 相当于十万个足球场那么大 号称天下黄土第一园 告诉你们哦 这里的天气也可调皮了 有时一滴雨也不下 有时又会突然倾盆大雨 不过也正是因为气候土壤的特殊 这里农业很发达 是我们大西北的粮仓哦 除了这些 我们甘肃还有很多美丽的地方 可以去张叶欣赏七彩丹侠 去嘉峪关 一览万里长城的最西端 逛了这么多地方 大家是不是都饿了 我带大家去尝尝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吧 这可是我们甘肃的经典美食哦 你们看 拉面师傅粗壮有力的胳膊 就这么一根一根的甩开 做出美味的面条 弹力十足的面条 配上这用骨头熬出来的高汤 再放上切得比纸还薄的牛肉片 唉 真是太香了 而且呀 正宗的兰州拉面 可是有严格标准 可以说是中华一绝 我们甘肃菜属于西北菜系 以面食为主 喜欢吃面的小伙伴 不要错过啦 还有哦 因为这里阳光充足 草料丰富 牛羊都是在野外放养的 所以牛羊肉也非常好吃 比如手抓羊肉 冷西腊肉等等 都是特别受欢迎的地道美食 吃了这么多好吃的 来到我们甘肃啊 你一定不要错过皮影戏 一个个用瘦皮 或者纸板做成的小人 通过光的照射 投影在这块比黑板还要小的白布上 来表演各种民间故事 你们看 影人有鼻子 有眼睛 还穿着威风凛凛的衣服 是不是很神奇呀 这白布后面呢 就是老艺人们 灵活的双手啦 他们操动着影人 表演出各种 活灵活现的动作 进行着高亢激昂的特色说唱 再配合紧张密集的古典罗生 简直比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还要身临其境呢 甘肃皮影 可是中国较早成型的皮影戏之一呢 在甘肃 庆阳所呢 太平鼓也非常有名 太平鼓是一种两边都能敲打的鼓 也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乐器之一 在表演的时候 一边击鼓唱歌 一边跳舞 用两军对垒 金龙交尾 车轮旋战等 来表现民俗风情 可以说是非常热闹啦 除了这些 还可以去布区县 欣赏锅庄武大赛 也可以乘坐羊皮筏子 在黄河上漂流 我们甘肃啊 可是公认的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古神话中的 福西 女娲 雷祖等著名人物 也都是来自这里 总而言之 我们甘肃 人节地灵 好看的 好吃的 好玩的 统统都有 我说了这么多 还有好多好东西 来不及向大家展示了 嘎娃欢迎大家 来甘肃做客哦 救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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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